大家好 我是小超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清凉解暑超好吃的冰淇淋 提前准备淡奶油 果酱 糖 酸奶 再切上一些自己喜欢的水果粒 拿来一个大一点的碗 倒入250毫升的淡奶油 25克的糖 慢慢加速的把淡奶油和糖打发 打成这个样子 暂停一下 拿来一个小碗 放入一两勺果酱 果酱选自己喜欢的口味 接着倒入小半碗的酸奶 拌匀 把果酱化开 把拌匀的果酱酸奶 倒入打的一半的淡奶油里 继续打发 加了果酱酸奶的淡奶油 打发至奶油便硬 能拉出到小三角 就可以了 再把打好的奶油倒入容器里 抹平整 然后放进自己喜欢的水果粒 最后盖上盖子密封 放入冰箱冷冻4个小时以上 4个小时后 今天做的这款冰淇淋 奶味十足 丝滑 无冰渣 甜而不腻 真的很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